那我先说以目前能够入境越南的有几种身份 那第二个就是机票的部分 你要选择从哪里起飞 在银行下班的状态下 你要怎么去把钱打给他 因为他隔天就要用了 我就不希望他身上带太多钱 其实谈到把钱会回越南去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门路 那当然提到钱 我们一定要考量几个点 完全不用出门 正规的银行合法 24小时运作而且及时到账 大概今年4月左右 我有听说有大量的越南观光签的被取消了 现在呢这个影片发售时间大概是2022年的9月 在这个时间点 台湾人要去越南来讲 需要怎么样子的方式 然后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难题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室友是大概要回到几天之前 我爸就会不敢说 他必须要剪辑回到越南去处理一些事情 刚刚我妈是问说这个能不能带上飞机 然后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 其实是可以 现在这种消毒类的东西 你最好是保留它的原包装 就是包装上面有一些明细 你就可以给安检的人员看 你就可以给安检的人员看 这次回去 只要我妈回去 所以我就决定说 她人先过去 然后 身上就不要带太多钱 而且这个疫情要走出台湾真的 不容易 机票也贵 什么都贵 凌晨的果道 几乎没有车啊 闭着眼睛开都没事 哈哈哈哈 那我先说以目前能够入境越南的有几种身份 一种是你拿APEC卡 另外一种就是纯越南人 就没有问题 再来是 曾经是越南国民 就是 你已经放弃了越南国籍 但是你有申请到了越南的免签证卡 就是越南的小兰叔吧 以及其子女 只要有申请到这个五年免签证的这个 基本上就可以去越南 其余呢 像我妈 我妈的条件就是 他原国籍 就不是越南 然后呢 他目前是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以一个台湾人 然后在这个疫情期间 要进入越南 这样的一个条件 到了湖口休息站 你休息一下 吃个东西 我们准备的饭团 越南肉粽版的饭团 不一样就没有干 你看 嗯 不干 我们看到香港 前天烤肉的那个 太早到了 现在开不到六点 先车上休息一下吧 航下工作人员会讲越南话 我讲 这还少 哈哈 领完票 准备登机 有本来呢 嗯 OK 拜拜 我们登机了 然后 现在 我的阶段性 任务结束 但不完全结束 那么 现在呢 我有点 在这个 淘基迷路了 我不知道 怎么从 这个第二行下 出进的 这个 窗口这边 回到我的停车场 所以我在努力 从台南开车上来 桃园 我原本预计是 可能会开个三个多小时 结果实际上呢 我只花了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反正就是 我带他去桃园 然后 真的太累 我就不想要 当日回来 就在桃园待了一个晚上 因为隔天 刚好就是我们的 小羊的婚礼 然后 其实有这场婚礼呢 走进一家 感谢我们的伙伙 女方主婚人和爸爸 来到台湾云南 一举功 感谢你 吉吉利 谢谢爸爸 对 谢谢爸爸朋友 掌声响起 来恭喜他们好吗 你祝一万 祝一万 祝一万 OK 回来台南好几天 然后现在才比较有时间 来整理这个素材 然后统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这个我妈 紧急要去越南的这个 经历 跟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在那边是有 还有亲戚 然后有一些事业 要处理 我妈是很紧急只要回去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疫情期间 要处理这件事情 首先是签证的部分 目前能不能签 我比较幸运一点 我的前公司的老板呢 请他在越南的这个 有合作的对象呢 发给我妈这个 商务签的邀请函 那商务签呢 其实也蛮麻烦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 专业技能证照 然后你要有在职证明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看对方能不能 帮你伸出来 但在这个期间呢 我也有去 询问说 那有没有其他的签证方式 目前呢 最普遍的一个方式 就是旅游签 但是以往的旅游签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概一两千块左右 那现在的旅游签呢 其实它有一个名词叫做 旅行社担保 其实名义上就是 也就是团签 那这样子的一个价码 大概会落在一万上下 几乎已经是一张机票钱了 那第二个就是机票的部分 你要选择从哪里起飞 诚心建议各位 如果你是在南部的话 不用再去看小港机场了 因为从小港机场 直飞越南的班机不多 所以如果你去 选小港的话 你会常常选不到票 而最干脆的方式就是 从桃源起飞 但我们是买长荣航空 因为越南跟长荣价格 都几乎一样 我还蛮喜欢长荣的一点是 他们的餐点是可以选 然后就帮我们选海鲜餐 反正就是机票价钱 大概会落在一万三到一万六左右 就是目前我们在一般航空 就是非连航的状态下 买到的 从官网买到的价钱 这次最让我紧张的就是说 他自己一个人不去 那他必须要从 胡志明市搭车到树桩省 那从胡志明市到树桩省 在Google地图上 你如果简单的查询 大概也要290公里 290公里在台湾呢 我在台南开车到桃源 原本预计我应该会开三个小时 可是呢 因为国道几乎没什么车 所以我只开了两个半小时 就到了桃源 又话说回来 越南的路呢 290公里的路途 他必须要走至少要6个小时以上 我给我妈出了一个策略 他人先去国外 带少少的钱就好了 这个也是我建议大家的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 就是你在越南有收款人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 你人可以先过去 讲一些300公里的一个路途 我就不希望他身上带太多钱 那怎么办呢 我就是回到台湾之后 依据他的需求 然后帮他把钱从台湾出过去 当时我妈到越南的当地 已经是中午了 然后他搭车至少 快一点也要5个小时 也差不多已经天黑了 他到那边之后跟我说 他需要多少多少钱这样 在银行下班的状态下 你要怎么去把钱打给他 因为他隔天就要用了 其实谈到把钱会回越南去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门路 那我们比较第一直觉想到的就是银行的吧 那银行的手续费其实还挺贵的 而且他们给的汇率不是很漂亮 那当然提到钱 我们一定要考量几个点 第一就是安全啊 这个平台又够大 又够值得你信任 你的钱不会丢掉 那第二就是要合法 钱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会有单位在管它 那再来我们再考量一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 他的手续费再好越便宜越好 对吧 那最后我们才会考量到说 他如果能够越快汇到越好 在2017年的时候 我就第一次听到西联汇款这个平台 那时候我觉得蛮神奇的 就是台湾存进去 然后越南端 只要对方手速够快 好像15分钟就到款 然后对方就可以马上又把它提醒出来 后来西联汇款好像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少 我人生中YouTube第一笔收入也是用西联汇款提取的 那个时候2019年了 然后已经只剩台湾的金城里银行 还有在提供这个服务 那那个时候的西联汇款 其实在台湾大部分的银行都是要你必须要零贵 就算你是用网络ATM在转账 你在注册的这个过程中 你还是得本人出现 在我妈出国之前 西联汇款他们有联系我说 他们现在已经出了一个叫做 金速配的服务 不过第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点是 他不用出门 完全彻底打动我了 基本上可以算是从你注册到你使用的 整个过程都是可以在线上完成的 这次我就真的用这个方式 就是支援了我妈好几次 如果按照一般银行来讲的话 我每次出去就是累积起来 其实还蛮痛的坦白讲 而且我必须会一直不断的零贵跑 那一听到 免零贵对我这种人来讲 啊 越南语有句话叫做 懒命 懒命就是指的就是你懒到出油 我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承认我就是 超懒懒到出油 但我没有出油 它其实完全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条件 第一 它的背后就是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 它是银行 你懂吗 所以其实你也是通过银行去做这件事情 你的钱不会被建很安全 这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反驳 第二点 快 有多快 这么很快 你对我需要钱 我能给你钱 你给了两千万元 200南南的钱 $20万元 你来吗 我到啊 回来 的 我帮你几个捧场 你交给并 正二点 相当自己是 六点多 然后 基本上运行已经下班了 我先转一下 好 ,我真的不想做 ,你好 太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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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太 谢谢你 有点 好 好 説ing 好 拜拜 其實我之前都沒有想過它有多快 你在台灣匯款要多快 以前的系列匯款要15分鐘 我跟你講金速配我匯完應該是一兩分鐘以內 然後我就請我媽叫我阿姨把那個網路ATM打開 錢就進去了 前前後後應該不到五分鐘吧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即時 對 官方標榜說即時 我相信它是即時的 然後這個服務是24小時 所以你現在凌晨三點你要來匯款的 它一樣會入帳 如果明天早上 例如說我明天早上六點就要去提款 你現在就給我撥款過去 可以 沒有問題 因為它簡單說就是從你台灣的帳戶裡面 提撥這個錢直接匯到對方的帳號裡面 所以對方什麼都不用做 台灣操作完 越南的帳號就入帳 重點是它的手續費非常便宜 你五萬塊以內 手續費只要十到十四塊了 我覺得這個已經超級佛了吧 人家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嗎 不好意思 這次還真的有 新年匯款就是提供給我的這組優惠碼 你注冊完然後輸入這組優惠碼的話 首次匯款 手續費 完全不用出門 正規的銀行合法 二四小時運作 而且即時到帳 無論你是要去旅遊 辦公 或者是要孝親的 要結婚 匯錢給帳母娘 匯錢給小三 這樣好像不太對 匯一個紅包給情人 對不對 就像我們網路買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還要擔心那個運費快要佔那個東西售價的一半 不用 我覺得各位可以試試看 真的超讚的 而且無論你是要匯台幣的整數 還是你要匯越南盾的整數 我一直是說像我媽後來有跟我說 它需要三千萬越南盾 大概多少錢 我可能只知道三萬多 多多少我不知道 那他們很貼心 就是你可以輸入你的目標金額 那它會幫你換算成你需要付多少 我覺得這點雖然微不足道 但是很人性化 假如今天你會一萬塊到越南去 收到的數字其實很醜 所以如果說我想說我會一個一千萬越南盾給他 那可能會落在一萬二一萬三左右 不管反正我付出的金錢 臭沒有關係 我希望對方收到的金額是完整是漂亮的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換算的這個系統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以上就是在疫情期間 我們到越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關於過去 然後金錢、機票、簽證等等相關的一些問題的分享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各位可以留言給我 好 我們就再討論 好嗎 好 那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